師傅你又加小 剛才在兩秒的情況下 師傅出了多少招呢? 我想問一下 好厲害 好,接著繼續來 剛才那個劇場有沒有一個名堂? 其實我用了攤手 我可以慢慢來看看 我也要讀一下 我攤了 有一個鏟掌 然後連幾個鏟掌 一按手 然後操拳 我也沒有經過去想 你已經是本能反應 OK 還有沒有一個可以看看? 也有 例如 可以用拳攻擊我 有一個用拳攻擊我的手 我看看會用雲腳 哇,快刀 天馬流星拳 好厲害 這下我們會把對方消解 是 消解後 就直接進去 再作出一個聯盤攻擊 哦 看這個 你千萬不要自己亂試 方師傅和山師兄 是經過長時間的訓練 才有今時今日這樣的格局 你沒有用來欺負這些小孩子 讓我知道 我不放過你們 然後到腳法了 對 腳其實很重 腳比較重 因為一般人 你們可以試一下拿著把 給他們踢一踢 你們知道他們有多少錢 稍後我再給你們感受一下 好的 好,我們先去面對對 一個素尺 嘩 這個素尺可以很長 因為他們去襲 如果他們一個女士 就會很難去襲 要我將他們化解了 才擊到他們重心腳 例如張 hashtiamente 去看看 把它要求他們站不穩 他們站不穩 他站不穩 我就立了重心腳 再追他們去打 哦 記著 還是那句 千萬不要亂做 這樣 是 天兒高下更加別亂做 你會向後跌的 好 因為他打的時候 你看到又是有一個位置 明白嗎 其實人的這個位置是比較脆弱的 其實因為這個關節 他會坐下來 因為我打著重心 他沒有反擊力 在短時間沒有反擊力 你追完他就可以再做出一個移民攻擊